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蝶德權說 會採取多項措施 應付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的需求 包括未來兩星期內 重開一至兩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第一是13間公立醫院裏面的接種站 就會再看看加多一些接種間 即是在現有的中心或者接種站裏面 增加打針的能力 第三我們都在看 按需求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多開一兩間的疫苗接種中心 部署好之後我們都會和大家交代